欢迎收看听听快报 马华永久党员李金友被冻结党籍后 他今天依然公开批评 马华与纳吉为伍 导致纳吉的无耻运动渗透马华 李金友通过公关团队向马华总会长魏嘉祥发表公开信表示 华社的主流媒体、教育团体、神庙、社团 遭到无耻运动渗透是事实 无耻运动不容于普世价值观也是事实 为此李金友指出 魏嘉祥身为马华总会长有责任阻止切割与粉碎纳吉的无耻运动 他说马华党员身穿无耻运动的T恤乱喊乱叫 梦想成为刘特佐也是事实 作为党却对无耻运动没有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与道德立场也是事实 李金友认为 马华在2013年大选惨败后 原本应该以请假的方式退出果阵 之后以印马公司丑闻切割 远离腐败 避免与纳吉等人为伍 否则就不会在2018年大选殊胜可怜的一个议席 李金友说 马华与马哈迪交往最少50年 魏嘉祥应该对马华党员说清楚 马哈迪是马华的敌人 还是朋友 马华早前表示 李金友在柔佛周选期间 与马哈迪一同出席斗士党的活动 违反马华党员的行为守则 因此冻结党籍一年 乌统主席阿姆扎西上星期 隔除巴西沙勒国会议员 达祖丁的最高理事职位 令达祖丁心有不满 达祖丁今天召开记者会大爆内幕 并要求阿姆扎西下台 达祖丁说 阿姆扎西确实曾经下令 要乌统国会议员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安华当首相 但是扎西被人揭发后 却欺骗全体巫统党员 达祖丁还揭露 纳吉曾经在2020年5月 和巫统第二把交椅的 莫哈山开会 以便动员139个区部主席 签署备忘录 要阿姆扎西辞去党主席的职位 他说 纳吉和扎西表面上称兄道弟 实际上各怀鬼胎 互相暗算 达祖丁还说 阿姆扎西已经成为巫统的负担 如果由他继续领导巫统 征战大选 巫统必定失败 因此达祖丁推举首相 兼巫统副主席 伊斯曼沙比利取代阿姆扎西 成为巫统主席 他组定也不怕 自己会因为今天 炮打司令台 而遭到巫统革除党籍 因为如果他真的被开除 他就会以亲巫统的独立人士上阵 或者在伊斯兰党的旗帜下上阵 但不会加入一党 巫统法定帮不断施压 伊斯曼沙比利尽快举办大选 但是政治学者黄金发确认为 巫统要提早大选的A计划 困难重重 因为首相伊斯曼沙比利 显然是A计划的阻碍 因为他担心自己会在大选后失业 黄金发今天在当今大马 英文版撰写专栏表示 巫统的A计划 原本是要在今年内大选 让阿姆扎西和纳吉等人 藉由巫统在大选中大胜 增加他们无罪释放 或获得赦免的机会 但是黄金发认为 如果伊斯曼沙比利担心 大选后会失去首相职位 那么他最好是在位越久越好 如果他在明年2月10号前下台 他就是任期最短的首相 比慕尤丁539天更短 黄金发也点出 阿姆扎西格出大足丁的 巫统最高理事职位 加深了伊斯曼沙比利的恐惧 而决定在位更久 另外俄乌战争 通货膨胀 以及新冠肺炎病例再度增加 都让伊斯曼沙比利 有理由不解散国会 因此黄金发认为 阿姆扎西等人需要考虑 让伊斯曼沙比利 坐满首相任期的B计划 并让巫统在大选后的党选中 不会分裂 那么巫统有没有可能 炒掉伊斯曼沙比利 更多关于黄金发的分析 敬请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上星期五 宾州前首长林冠英 在法庭外批评 海底隧道案证人的说法 今天法官阿祖拉训诫林冠英 不应该在审讯期间 对外发表妨碍司法的言论 吉隆坡地庭阿祖拉表示 他对林冠英 上个星期五的言论非常失望 法官也说 他之前已经强调各方 不该发表妨碍司法的言论 而且各方都不是第一次 面对法庭审讯 还依然明知故犯 令他感到非常失望 法官警告 不希望下一次 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林冠英的律师 戈彬兴随后起身 向法官道歉 上个星期四 控方证人查鲁说 林冠英在2013年 曾经笑着 从他手中接过10万令吉贿赂金 隔年 林冠英也同样愉快地收下 另外10万令吉 林冠英随后发表文告 批评查鲁的言论 没有事实根据 纯属政治阴谋 伊斯麦沙比利因为穿6900令吉的名贵衣服 而再度引来争议 巫统议员纳兹里早前就为伊斯麦沙比利护航 说伊斯麦贵为首相 本来就会收到许多名贵的衣服 共产党批雷州议员黄世晴对此要求 伊斯麦沙比利公开说明 担任首相期间 到底收了多少名贵衣服和礼物 黄世晴也嘲讽 纳兹里踢爆首相 长期收取贵重礼物 但是刑事法典和反贪会法令都规定 公职人员不得接受贵重礼物 一旦罪成将会坐牢 罚款或两者兼施 如佛大臣河哈菲兹认为 西蒙前朝政府在2018年撤回白礁岛司法审核 是背叛国家的行为 联邦政府应该采取法律行动对付西蒙 河哈菲兹昨天在州议会总结时说 西蒙前朝政府撤销白礁岛司法审核 导致国家失去白礁岛 因此西蒙不但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而且还立下了不良先例 在大马主权史上留下黑暗时刻 河哈菲兹强调 国际法院清楚缠明 白礁岛曾经是柔佛苏丹王国的一部分 他认为虽然白礁岛只有足球场面积大小 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因为白礁岛位于马六甲海峡 和南中国海的主要航线 河哈菲兹补充 如果白礁岛归新加坡所有 将引发海域主权重叠的争议 而且海域边界还在谈判时 新加坡就已经在白礁岛展开填海工程 令白礁岛主权问题更加棘手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早前在州议会上批评 西蒙前朝政府没有和柔佛州政府商量 就撤回白礁岛司法审核 但时任首相马哈迪捍卫这个决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KinTV快报 更多的及时内容 惊喜留守KinTV中小的YouTube和面子书 还有IG我是许国荣 我们再会